那其实除了这个经典场面之外呢 我相信大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发现二位的很多表情啊 或者一些动作啊 都特别适合 接下来做一表情包 来互相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现场 也是结了几个表情包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来来来 有请工作人员 好 那同时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 是拿了两支笔上来 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 有 有哪一些表情包 周教授 你还记得这是哪个场面吗 刚刚那个 哎 很飘逸的感觉 这个是花絮学她 学她 学她喝醉酒了 她有一场戏喝醉酒了 自己在演了 这个就开始 这个样子 路路我们再多展示一下 还有加伦的一些表情包 这个是刚刚喝醉酒的 这个 这布莱梅机场 那场 对 这是花絮 然后 这是打篮球 那场 全是花 刚刚加伦说全是花絮 正片没有啊 来那个 这个 来来来 哈哈 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照片 忍俊不惊了 没没没 一个一个来吧 你看 好美 第一个就这个嘛 这应该也是花絮吧 哦 这是 都是喝醉酒的啊 通常戏 不是喝醉酒 然后 再就是这个吧 这个还好 嫌弃 这个还好 对她来说这个 气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我学她那个动作的 后面了是吧 后面的一个表情 好 那那几张表情包已经展示完毕啊 表情包有一个特点就是 除了说那个画面之外啊 文字的描述也是画龙点睛之笔 那我们就请二位来点个金啊 在那个我们的整个的画面下面来写上 针对于这个表情包的一些文字 好不好 来来来 形容它对不对 因为表情包嘛 都会有文字 就是尴尬啊 冷窝啊什么的 它就会出现这些文字嘛 所以来 嫌弦 开始啊 我们写完一张 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好 好我们写完一张展示一张 好来来来 好我们先请 来 来 姜伦先展示 可以吧 大家觉得配吗 哎如果让你们来给这个 这张那个表情包来写文字的话 你们会写什么 我来听一听那样的声音 大家可以喊出来 露露突然尴尬了一下 有没有 她觉得就是姜伦写的是百分之百的贴合 好来来来 露露你这边 要抱抱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就是这张很委屈的感觉是要抱抱 这场戏不就是 那个对吧 周深深送十一离开 布莱美 然后想抱一下 但是没来得及 好又通过表情包的方式来弥补了一下 好来第二张 第二张 这边美美的啊 那边就是 哇好多淘心 我看一下 喂大家都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我们来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哎这个可以这个好用 来请展示 佳伦先展示 你看看你 东北画都出来了啊 好来这边 我加个那个前面的字 哎这个语气注字很好 哇我好厉害 哇 就进球了 我好厉害 这个好 好来最后一张最后一张 来看一下 最后一张都是放大招了啊 哈哈 哈哈 这个 哈哈 露露很为难啊 露露没关系 不怕下手重啊 我们周深教授是可以玩得起的啊 好来 好这边 好我们佳伦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哈完了 好哈完先啊 哈哈哈哈 好我们 那个 露露压周吧 来佳伦 这啥意思 好好好 好好好来来 来佳伦先展示一下 三二一 什么东西 我也可以啊 我觉得大神 网络大神 可以真的把这个片段来结下来 什么东西好好用 好好用 好这边这个 来 你打我呀 再那个 再那个沈老师一点 你过来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谢谢谢谢 谢谢二位的分享啊 好好好 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很精彩 来来来来来 真的二位 就把灵魂那给写出来了啊 而且大家都是 不手软 哈哈 还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